男人提高性功能的办法 五个小妙招 让你更加的持久 男人提高性功能的办法有哪些呢 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 男人的一个性功能也会逐渐的下降了 不过日常多注意一点的话 让性功能逐渐的提高 第一点就是冷热交替洗澡 冷热水交替洗澡是民间流传很久的一种 增强了男性性功能的一种方法了 使用冷热水交替时 最好维持一定的室内温度 防止感冒 在浴缸内充分的温热之后 再出浴缸 给阴部施加冷水 待三分钟左右阴静和阴囊收缩之后 再进入浴缸 如此反复三到五次即可 若能每日的坚持做交替浴的话 可以使中年以后的一个男性 精力充沛 减少一个疲劳感 第二点就是穿纯棉的内裤了 内裤的一个材质的一个选择 对男人性功能有很重要的一种影响的 因为男人的一种高丸需要低温通风的一种环境 因此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一种纯棉内裤 可以保护男性的一种性器官 减少对生殖系统的一种破坏了 第三点就是注意锻炼了 想要完美的提高性功能的话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运动除了拥有健康的一种体魄 旺盛的精力 还可以增加全身的氧含量 增加了高丸酮的一种分泌 对男性的一个生殖系统是最好的一种补充能量了 这一种内在的强健作用 远远胜过任何的一种保健药了 锻炼就是最好的一种壮阳药 建议大家平时有时间就要去游泳 跑步打球等等运动 不仅能够强身健体 还能够提高性功能 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点就是按摩湿处了 按摩也能够提高性功能 经常用手直接的按摩湿处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 当然了可以增加高丸的一种功能 提高男性的性能力 按摩一日一次 每次呢凉到三分钟即可了 第五点就是多晒太阳 阳光呢有注意抑制体内 褪黑激素的一种水平 该激素啊不但会影响睡眠 它会影响性欲 褪黑激素的越少 性欲就会更加的强 特别是冬季呢 更应该每日走到户外 多晒晒太阳才行 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平时呢一定要注意从 锻炼啊运动啊 还有一些饮食上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